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分13.400 森林郎依然愿意提前给上顶新合同 明显是想留住这位状元 但有趣的是 唐斯并不想提前续约 现在还没有决定签约 而在今年7月份时 森林郎也给巴特勒开出了4年1.1亿美元的续约合同 然后巴特勒同样是拒绝了 这是多么奇怪的现象 很多球员巴伯的球队和自己提前续约 而森林郎这支球队现在拿出2.68亿都没人愿要 其实森林郎的薪酬空间很艰难 下赛季维金斯要拿2525万美元 同时地格 吉阳和基布森的年薪都上千万 再加上唐斯和巴特勒的新合同 那森林郎老板将面临高额奢侈税 然而就算是这样 森林郎还是打算留下这两人 这冰封支的想留着球星太难了 所以当这队给2.68亿也没人拿时 你才明白加内特当年是有多赚钱了 而同时也明白为何加内特的总薪酬能够超越科比 加内特在NBA打了21个赛季 主要便是在森林郎 一共赚了3.4亿美元 至今还没有人超越他 詹姆斯也要再打3个赛季才超过加内特 加内特的总薪酬也超过科比 科比总薪酬是3.2亿 加内特能够有那么高的工资 那是因为森林郎够土豪 加内特新秀合同结束时 森林郎就给了他一份6年1.26亿的大合同 平均年薪2100万 这可是在98到99赛季 那时候的工资待遇还没现在那么疯狂 在03到04赛季 加内特那时候已经拿2800万美元 当时科比只拿1350万美元而已 比科比多了一倍 那时候的加内特真的太赚钱了 森林郎为了留住球星一直很愿意花钱 如今面对唐斯等人也是如此 此前也给维金斯顶心 只可惜 现在他们愿意花钱 也找不到当年的加内特 地货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